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由陶思县警长办公室发布的这张照片,展示了发现嫌疑人的院子,位于新墨西哥州阿玛里亚。 8月3日,陶思县官员突袭了位于新墨西哥州的一个废弃院子,并逮捕了因涉嫌绑架三岁儿童而遭到通缉的希拉杰阿哈吉及其他四名成年人。 法官表示,这四名嫌疑人,被控11项重罪,因此不得保释,美国警方搜索失踪儿童阿卜拉贾尼巴哈吉已有数月,这次逮捕是搜索行动的关键。 在该院内发现的11名儿童中,并没有失踪男童,拿到第二张搜查令后,调查人员在院内找到一具孩子的遗体,目前正努力确认遗体身份。 搜索阿卜拉贾尼的工作开始于9个月前,该男童母亲报警,趁丈夫带孩子去了公园,再也没有回来。 据报道,这名男孩患有脑病及癫痫,走路困难,一旦出现紧急情况及需要务治疗。 陶斯县执法官员说,地方执法局与联邦调查局共同监视该地点,并注意到院内布置有设计场。 陶斯县治安官杰瑞霍格雷夫表示,联邦调查局并不认为有任何搜查这里的理由, 但最终,警长办公室收到了一名侦探的消息,该消息据称来自院内居民,我们正在挨饿,需要食物和水。 8月3日,美国调查人员,在搜索一名失踪男童无果后,在新墨西哥州阿玛里亚一处废弃的院内发现11名儿童。 当时,陶斯县治安官杰瑞霍格雷夫说,这些孩子不仅没有食物和饮,用水,也没有鞋子,不讲个人卫生,拿弄脏的破布做衣服。 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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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乐